片刻功夫,谭云便足踏飞剑,飞落于盘龙飓风风巅之上 穆莫义,中吴师瑶,薛子嫣,步履轻盈来到谭云身侧 询问谭云这几天的近况 谭云只告知三女,风巅上人多眼砸,以后再说 三女表示明白后,她又从三女口中得知 就在半个时辰前,酒卖大笔已经结束 雨楼上,沈素兵示意众人安静,款款起身 肃静 根据酒卖大笔规则,成为榜首者 其卖在五十名进入永恒之地试炼的基础名额上 增加二百个名额 区区第二者,其卖可多分一百个名额 第三者,其卖多分八十个名额 第四者,其卖多分六十个名额 第五者,其卖多分五十个名额 第六者,其卖多分三十个名额 第七者,其卖多分二十个名额 第八者,其卖多分十个名额 本首席宣布,由于谭云夺得榜首 木梦义第三,故儿 达麦拥有三百三十个名额 薛紫燕第二,五魂一脉获得一百五十个名额 柯心仪第四,圣魂一脉获得一百一十个名额 皇甫听风第五,福麦获得一百个名额 萧青玄第六,上官兵兵第七,军部平第八 古魂一脉获得一百一十个名额 风雷一脉,镇脉,兽魂一脉,气脉 无人进入八强,各脉各五十个基础名额 现在所有参加永恒之地试炼的九脉弟子 上一号卧龙台 下一瞬,九脉共计千名弟子纷纷跃上一号卧龙台 而卧龙榜八强则站在众弟子身前 沈苏冰拿出一个空白预见 开始逐一询问除卧龙榜八强之外的弟子 想要何种中品宝器法宝的奖励 经过半个时辰,沈苏冰终于统计完成 众弟子有的要防御性 有的要攻击性 还有的要攻防两用或逃命的法宝之类 绝大多数弟子选择的奖励是常规性的 适合自己胎魂属性的各种武器 御楼上,沈苏冰双手捧着御剑 递给上席中的坛台玄中 坛台玄中收下御剑后 起身目录赞许服侍卧龙榜八强 帮手谭云,奖励一件极品法器法宝 说吧,你要何种兵器 谭云余光瞥了眼台下的忠无师摇 玄极宠谭台玄中攻身 回禀宗主 弟子想要一柄极品空间属性的女士 保其飞剑 默默以薛紫烟率先反应过来 谭云很显然是想将要来的奖励 送给正无师摇 疯癫上 白裙胜血的正无师摇 抿着嘴唇望着谭云心甜如蜜 这小子这么花心可不好 坍台玄中心中暗存 紫烟,你呢 看着薛紫烟忽扭捏捏一副欲言幼稚的模样 坍台玄中出言,一语双关 本宗主看你可是大大咧咧的女汉子的形象啊 哈哈哈哈,有何想说的 本宗主看在你姐夫的份上 统统答应你 他这句就是想告诉所有想杀谭云的人 本宗主非常青睐谭云 更深入一些的意思是 要杀谭云都给本宗主掂量着先 文言 众人不由自主看向谭云 眼神中的震惊之色一览无异 心想 宗主带走谭云五天多的时间 谭云和宗主之间到底是发生了什么 还有 这可是宗主首次当众表示 他极为看中谭云呢 薛紫烟才不管那么多呢 他嘻嘻一笑 回禀宗主 弟子修炼的功法 需要五柄品阶一样的飞剑才能施展呢 您能不能奖励弟子 一柄金属性 一柄木属性 一柄水属性 一柄火属性 一柄土属性的极品宝器飞剑呢 谭云文言不又有些汗言 这可算是狮子大张口啊 木某一侧手 一副我不认识你的模样 封殿上的酒脉弟子则愣住了 御楼上 澹台玄仲看着薛紫烟 意识有些微微发愣 看到澹台玄仲的神色后 五魂道者忙不迭地呵斥 紫烟 不许胡闹 有个性 本宗主喜欢 好 就依你的 奖励你五柄 极品宝器飞剑 澹台玄仲抬手 示意无魂道者别插嘴 狮子燕文言笑也如花 真的吗 多谢宗主 宗主万岁 好了 起来吧 你适合抬魂 让薛紫烟起身之后 澹台玄仲便看向墨墨义 回禀宗主 弟子是兽魂胎 死亡胎魂 本宗主就奖励你 兽属性死亡属性各一顶 极品宝器飞剑 你起来吧 澹台玄仲看似随口说着 但任谁都清楚 这是谭云的面子 弟子多谢宗主 木梦义开心不已的起身 接着 澹台玄仲让卧龙榜 第四至第八的强者 随便选择了一件 上品宝器法宝 接着便服侍谭云等 数千名弟子 你们再次候着 本宗主去去法宝 话音一落 澹台玄仲双手便朝 虚空轻轻一挥 苍穹像被硬生生撕裂 出现了一道仗许长的漆黑空间裂缝 下一瞬 澹台玄仲便步入裂缝中消失不见 紧接着 空间裂缝便归于平静 六个时辰后 夜幕低垂 雨楼上忽然浮现一条漆黑的空间裂缝 神级澹台玄仲便从中迈了出来 收好你们各自的奖励 说着 一件件五花八门的法宝 从其乾坤界中 分别射入每位弟子手中 众人紧握各自法宝 激动之情异于言表 至于疯癫上的众弟子 看着卧龙台上众人各得法宝 皆是投来无比鲜艳的目光 今夜休息一晚 明日晨时 前往永恒先宗 参加永恒之地试炼 谭台玄仲说吧 谭云等一众弟子皆是轰然应试